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尼凱,歡迎來到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奧特曼全新合作的事前登錄 昨天有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今天則是出了網頁 這個網頁從7月22號到7月28號 可以來這個網站事前登錄 我們也會在這部影片的底下留下相關的連結 大家如果說有玩神魔之塔的話 在登錄神魔之塔的時候 登錄頁面就可以有活動驗證 那就可以直接來參加這個活動了 那如果你登錄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你什麼版本 然後再輸入相關資料 並且登錄的時候 這邊就會顯示說 目前的總參加人數 那如果說總數是5萬的話 就會有500萬金幣 依此類推 最高的獎賞總共有5顆魔法石 那這邊是30萬的登錄 那這邊還有送這個 哥莫拉一隻 這好像是競技場的那個新角色 對那這一次好像沒有送十周卡嗎 喔有阿 魔法石封印一次 所以等於直接送大家這個 免費的新合作系列一張 對那所以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越多人參加 那就會得到獎賞會越多 好那這邊的話 目前來介紹一下即將登場的角色 那這邊我們從右邊到左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右邊這是蒂拿 那這個是太郎 那這個是太郎 然後再來這個是初代 吉田 好 哇這個 姿勢滿滿OK的 好那這邊來到加亞 然後再來一個是還沒有公佈的新角色 叫做 七星霞 喔就是那個七 7 OK 那這張卡片也是確定會登場 它的最著名的招式就是拿上 拿掉頭上這一根 然後抄敵人丟 所以這個算是有把原作的精神給畫出來 好這目前確定會出現的五張 這邊看起來是小獎 然後可是大獎的部分 欸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次大獎應該也是三張 那從之前的美術圖可以知道 其中一個是ORB 然後還有一個是一開始釋出的那個美術圖 我忘記它名字了 好 大家可以在下面補充 所以這邊 唯一還沒有釋出的 就只剩下唯一一張了 對不知道是哪一張 應該是 平成吧 平成三部曲 有三張 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是哪幾隻了 好那麼以上就關於這次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關於新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按下你的訂閱鈕 就是按鈴鐺 下次一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直接投資你 讓我收藏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